他都有我老公 红色洋装的女子 从黑色蹄带中 拿出一颗鸡蛋 朝直播主扔过去 吓到他当场飙粗口 我不懂你老公是谁 这名直播主来自新加坡 IG拥有23.2万人追踪 这个月9号在台湾 挑战徒步环岛 新京高雄前镇区三多三路 却遇上炸弹怪客 吓得他在直播当下 就直呼要报警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 因为我讲这种 我来了台湾很多次了 都没有这样的东西发生 回想事发经过人鱼记犹存 炸弹过程被同步直播放纵 东南亚各媒体真相报道 没想到高雄前镇分局 得知之后进行调查 却发现直播主根本没报案 追查之下意外发现 整件事情从头到尾 都是女网红自导自演 追查丢鸡蛋涉案人行踪 发现涉案人 性男扮女装犯案 事后徒步前往搭乘捷运驴器 经过调查 原来丢鸡蛋事件 是为了节目效果而编造的环节 新加坡籍直播主则宣称 是因为媒体无预警访问 一时紧张才脱口说出 有报案 不知道这样会违反台湾的法律 但当时对于丢蛋外客 疑似是男而生 他明明这样说 男棒女装的 我真的我没有看 因为我真的是整个人吓到 满脸无辜惊恐 演技满分 却依旧被警方试破 小两人以设为法 移请高雄地院裁处 同时也要求这名直播主 为影响高雄致哀 向市民道歉 记得杨西小草 文宁高雄报导